迪丽热巴 安乐传 白龙女横空出世 热巴这身白衣似血 真是太清冷出尘了 尤其是这头银白色的头发 真是银的发光 鲜的醉人 造型师还点缀上了紧致的小麻花辫 真是美的活色生香 秀色可参 这样的奇装衣服 脱俗的造型 或许也就只有自带异欲美人气息的迪丽热巴 可以轻松驾驭了吧 看那高高游行 并且感性的鼻梁 还有如弯月般梦幻的红唇 都深深的醉人心脾 也难怪热巴可以如此轻松的从 十里桃花 到 三生三世枕上书 一路称霸 俘获了多少粉丝们的心 迪丽热巴可塑性太强了 时而是身穿鹅黄色连衣裙的规格少女 时而是红衣似火的妩媚娇娘 让人看得目不暇接 枕上书 得三生三世 热巴可以演绎出仙繁魔三种截然不同的味道 这次 安乐传 一生一世的美丽 自然更是可以信手拈来 各众仙女装嫁轻就熟 让人真是爱了 单手撑出少女间 热巴掌发红裙的打扮 真显年轻 尤其是单手霸气撑着目框的姿势 既彰显出了灵动的少女间 又有欲解的高冷饭儿 真是太有画面感了 是不是这段戏要开启安乐姐姐霸道宠溺男主寒夜的爱情新征程呢 公俊爱了 太子寒夜手持青铜宝剑 傲视苍雄的武侠英雄风 真是太酷了 让人似乎又回到了当年金庸孝书神侠已避冤 飞雪连天射白鹿的传奇热雪江湖 而且寒夜见眉心目 犹豫小王子的潇洒气场 真是直追当年 神雕侠侣 扮演杨过的古天乐 安乐船 造型师对于红色戏 真是嫁轻就熟 热巴这身红色如裙装 明艳而又不会张扬 刘宇宁这身身红色长衣 霸气而又不会狂傲 都很好地衬托出了主角的个性 安乐船 男佩都是如此帅气 自带主角光环 到时候也是一场颜值盛宴 爱而不得虐起来 估计也是很催人泪下的 想起期白预船是迁识乱的旅文 之类的 声音参动 噪吴 頭停锒 你 Greek就证明 你看